第二個的話呢這邊有銷售量銷售額 這個就是將來跳出來那個東西裡面的前面的那個名稱 再來因為他已經給你什麼 給你一個什麼銷售量 所以你在這個銷售量 大於你用這個銷售量來判斷因為他會給你一個東西 銷售額他會給你一個東西 那你去做判斷中間一樣加一個AND 然後IF 中間這個地方如果是兩個條件都為真的話 才會跳中間這一個 那記得就返還給誰呢 返還給業績函數自己本身 所以記得這個名稱一定要一模一樣差一個字都不行 就會返還給什麼這個業績函數 那業績函數就會再返還到什麼呢 你放的那個儲存格位置 所以我想這個邏輯你大概亂熟了之後 以後就慢慢自己想要寫一個字定函數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改來改去邏輯大概就這樣 那反之else 那就是這個 那這個地方是用AND 那另外旁邊有個偶爾 不過偶爾跟AND差別就這個東西 兩者我想應該各位都知道 AND的話是兩個都要為真 才會是跳這個邏輯 可是如果說偶爾的話是只要一個其中一個為真的話 他就會跳這邊 所以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我想偶爾比較 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這個部分就自己練習一下 那我們綜合練習題裡面也有個偶爾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練習這一題綜合練習題 他的那個邏輯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主要是針對那個 好像上禮拜講過了 就是增減體重百分比 如果他是什麼呢 大於 這個5%的話 表示過胖 對不對 因為他的增減體重 就是說他跟標準體重相比的話 多了27.6% 表示他需要運動 他需要把這個27.6 往下降降到5%以內 那如果說 負百分之五 就是跟你的標準體重相比較之下 小於負百分之五 那就是太輕了 也就是你要吃胖一點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怎麼樣讓他可以出現 比如說什麼標準 不標準之類的 如果說他是標準體重 就顯示出來 反之就是 不標準 那一樣會有 三種方式 OK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等一下有時間 先試試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在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綜合練習有兩題 順便 我先看那個 這